前总统马云九四月一号启程复复 展开为期十一天的和平之旅 那办公布新增行程 将参观大家公司腾讯公司 坐电动车的比亚迪公司和港珠澳大桥 也升时四月七号将到北京 不只前往北京大学 以外参观巴达岭长城 北京故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以及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另外还将参观奥林匹克公园 而外界关心的马席儿会 四月八号有望登场 唯一的和平使者 就是马云九 八分之六子的人 是支持马云九这一趟和平之旅 除了马前总统 串出包括好龙兵 黄金平 李乾隆 和洪秀柱等人 也都会接力附路进行两岸交流 双面互动渴望更上层楼 虽然马云九访路遭到部分的 民进党立委攻击 但是包括蔡英文 赖兴德和陆委会 对这次可能的马席会 都保持着一定的空间 两岸是同文同种 以前有人讲说两岸一家亲 就被民进党拿出来批评 我觉得这个是大可不必 总统务行政院相对的低调 他们都应该很清楚 他们做不到的两岸的对话 马云九替他们做了 当前台海情势紧张 马云九现在又没有任何党职公职身份 两岸要和平的关键态度 恐怕还是在直播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